男人刷牙时镜子突然落下 他发现镜子后藏着一个摄像头 家里怎么会有摄像头 男人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维修工走进浴室 他嘴里抱怨着这些东西质量太差 用电钻重新订好钉子 然后将镜子重新挂了回去 男人问他在做什么 维修工说自己在修镜子 可是男人说镜子后面有摄像头 维修工却说自己没有看到摄像头 他趁男人不注意赶紧离开了浴室 男人急忙将他拦住 而维修工让他赶紧去上班 不然他的老板阿伟要生气了 男人质疑他怎么会知道老板的名字 维修工却适口否认自己不认识他 他想要开门离开 男人又把门关上 他问维修工到底是谁 为什么他家镜子后有摄像头 维修工只好说只是摄像机日常维护而已 男人这才明白自己被人监视了 他说自己马上要报警 维修工赶紧阻止了男人 他说维修摄像头只是自己的工作 这并不违法 说着维修工又要离开 男人还是将他拦了下来 维修工只好告诉男人真相 他让男人跟着他去衣柜 男人很奇怪为什么要去衣柜里 维修工神神秘秘地说 因为那里摄像头看不到 男人只好跟着维修工钻进衣柜里 男人的家里莫名其妙出现摄像头 维修工还带着他进入了衣柜 随后维修工告诉男人 自己胸口上的缩写 是以男人名义的电视节目 有很多人在半夜收看他的节目 所以他的房子装满了摄像头 而他卧室也有摄像头 不过那是成年人的收费节目 维修工觉得自己说多了 他想要离开时又被男人拉住 男人说自己签署了保密协议 不能告诉他太多 就在这时 维修工口袋里的电话响起 他慌忙离开了这里 男人找到自己的妻子 问他没看见维修工吗 他还和自己在衣柜待了十分钟 妻子说自己什么都没看见 他还叫男人赶紧换衣服去上班 可是随后妻子在男人的耳旁轻轻说道 原来自己的妻子什么都知道 男人故意来到客厅 他自言自语说车钥匙不见了 借着找钥匙的借口 他在一幅画后找到了摄像头 又在盆栽后找到了一个摄像头 就在他找到第三个时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一个女生从电话里传来 警告他不要破坏公司财物 男人愤怒地挂掉电话 可是随后两个男人突然上门 把他从家里拖了出去 男人被塞进了一辆车里 而维修工正好也在这里 他跟男人说这下麻烦大了 男人还想向维修工问点什么 可是维修工直指车上的摄像头 原来现在也在电视直播 就在男人路过一个路口时 疯狂的粉丝已在这里等待 这场景把男人都惊呆了 随后男人和维修工被带到电视台 男人在电视上看见了自己 他想要关闭可是怎么也关不掉 原来电视台24小时直播他的画面 随后前台将男人带进一个房间 在这里他见到了节目的创始人 他大声呵斥男人想要干什么 这个节目是数百万美元的生意 原先男人第一次上节目时 都没人来找他们打广告 如今短短30秒就有10万美元 电视台因为这个节目开始盈利 而男人却说自己不想干了 男人被创始人说得有点愧疚 可是现在是自己毫无隐私 他说为什么是自己被选中了 创始人说无论是谁放在电视上 不知不觉中观众看得多了就成名了 还说这个节目造就了数千个工作岗位 如果男人不想继续他们就会失业 可男人还是拒绝了 他还是要求邀回自己的隐私 创始人便答应了下来 随后一个女人从窗外冲了进来 原来女人是他的狂热粉丝 他不仅想要男人的签名 还想要和他生猴子 幸好维修工及时赶到关上大门 维修工将男人送回了家 他把没有用的摄像头回收回去 还给男人带来一张支票 这是五年来电视表演的薪水 足足有一百万美元 就在维修工准备离开时 他突然想起什么 拉着男人又躲进了衣柜里 他告诉男人 虽然说现在节目停止了 但是有可能只是一个幌子 在他不知道的地方继续直播着 也许就连他也成为了里面的演员 男人回到客厅四处张望着 他想要找出哪里有摄像头 因为他已经成为了惊弓之鸟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